第四季 第四季 百年前這就是運送套彈的走道 對,因為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覺得這些孔洞很像一些什麼 臉孔 就是因為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 東西,只知道才知道它是放彈藥的孔 所以覺得很有趣 對,它就是 因為其實雖然說 剛剛我們看到那個彈藥庫很近 可是其實 你如果真的暫時 分分秒秒都是非常重要的話 其實那麼近你再去 那已經錯過黃金時間了 所以真正緊急的時候 就會把炮彈 一顆一顆的先放在這邊 所以你剛剛說那個臉孔我覺得很有趣 實際上 我覺得你說的那個臉孔 以我們現在來看 它可能就是我們台灣這座歷史 或是基隆這邊的歷史的一個 歷史臉孔 對,就說 可能 我自己比較 多愁善感的話 可能就是一位無名英雄 或是曾經在這邊駐守的官兵的臉孔 可能就是 隱形的隱藏在這些泡座中 對 你要不要多講一下你的 當作看這邊的想法 好啊 就是因為覺得它實在是有人看不懂 那個臉孔到底是什麼 所以對它有 有莫名的興趣 所以決定在這邊創作 然後加上基隆的詩氣很 重 然後這裡就有很多爵類啊 像那個扶石爵或是青苔 好像已經跟這個泡座已經連維一體了 我覺得它好像經歷過一段 我們無法想像的時間的歷程這樣 對,所以對這邊很有興趣 好 所以我不想說 我們現在要去的地方 其實就是說 一般來說 這個應該算是 一般會說這個是交保 可是更明確的說 它應該叫做觀測所 為什麼會說是 一定要有這個觀測所這個設施呢 好,小心喔 需要幫忙嗎 對,可以 對 我們上來這個觀測所的頂端 你會發現 可以俯瞰整個基隆港對不對 而且 就是在基隆港居中的位置上 對 那 我第一次來的時候 是我 騎摩托車到處亂晃 誤打誤撞 就上來 當我覺得我爬上這個觀測所 站在這邊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我真的是嚇呆了 對 因為我不知道說 因為這是我自己 無打無撞來的 不是人家帶來的 然後 因為是自己來的 看到 我都不知道說 原來基隆有一個 一個視野那麼好的地方 而且是可以把 整個大基隆港 一覽無遺 看了一清二楚的一個視野 一個制高點 那也難怪呢 就是剛剛佳蓁要 踏硬的那個炮台呢 會設在這邊 因為我覺得 這邊居中的位置呢 其實等於就是 基隆港的一個煙喉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有那個高速公路啊 我那時候深受震撼 對 那時候其實我 我其實有進行一個創作 我自己就為這邊呢 下了四個字的助腳 就是喉鎖倒門 就是喉嚨的喉 二鎖的鎖 然後 島門就是指 其實基隆港就是我們台灣這座島 如果台北是首都的話 基隆港就是我們這座島的一個門戶 對 所以守住這邊呢 好好的守住這邊呢 就可以保護整個台灣這樣子